去年 馬國女大生殺害命案 引發了社會關注 更爆出了警方斥案處理 經過了監察院調查 發現此案是嚴重損及了警察機關信譽 還有形象 所以是通過了彈劾 包含了時任歸人分局長楊慶玉 等三名員警 而才剛調任到新劃分局長 一個月的楊慶玉 則是再度調離主管職 發生在去年 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生 遭盧走殺害命案 引起社會關注 尤其事發前一個月 才有另一名同校女生 也遭到良性嫌犯污住口鼻 向台南市歸人分局大談派出所報案 卻遭到吃案 監察院調查後 以嚴重損及警察機關信譽 以及形象 通過彈劾時任歸人分局三名員警 移送懲戒法院審理 一定要接受這一個所謂的懲戒的處分 監察院指出 時任的大潭派出所警員高五員 竟然未依規定受理報案屬於逆報 時任大潭派出所所長張忠肯 未能及時監督導震 時任貴人分局分局長楊慶玉 未能查證事後發言 還稱惡作劇 明顯失言 三個人遭到彈劾 台南市警察局長方養寧也出面說明 再將調任新化分局長的楊慶玉 調離主管職 楊慶玉在案發之後 就被降調為警察局的保安科長 八月下旬才重新調任新化警分局的 分局長 才一個月就二度被拔關 他簡短回應 坦然接受 任何職務都會全力以赴 至於被彈劾的前所長張忠肯 目前是在歸人分局交通組 而警員高五員 已經在去年十二月退休 台南市警察局也表示 由市長副市長召開擴大 校園安全匯報三十七場次 動用了第二預備金六千兩百萬 評估校園周邊環境 增設了校園周邊的監視器 還有鏡頭等全面提升 台南的校園安全 記者韓贏陳柏玉 溫正恆綜合報導 記者韓贏陳柏玉 溫正恆維 記者韓贏陳柏玉 溫正恆維 記者韓贏陳柏玉 溫正恆維